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华翔北淘机 我最快 今天呢 要帮一位北京的老哥去市场拿一台华为的mate 40rs 保时捷 这款机型呢 去年也是加价到2万多 也不好抢的一个机器 现在才过去一年的时间 市场新机跟二手差不多也是差了有8000左右的差价了 那么具体是一个什么行情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先来苹果市场的帮助深圳的粉丝 拿一台苹果十三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黑解无所128句 外款橙色呢 也是一个99星 跟星际一样的品质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4800 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这位粉丝呢 也是关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了 经常看我们直播测机呢 所以也是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挑一个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苹果十三 它也是6点一寸的二位楼 易地屏 a15的处理器 后置双色1200万的像素 拍摄视频呢 多了一个电影效果 同时续航方面相比其他机型呢 也是提升不少 电池容量也有3095毫安 正常续航14个小时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再来帮这位湖南的粉丝呢 拿一台苹果7p128g的 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5成星 仔细检查好机器各项功能呢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直播间测机3000左右的预算呢 要求性能要好 屏幕要大 能玩游戏用个两三年 没有问题的 可以选择我们喜欢这台苹果Xs max 走上这台呢 是一个无所256g的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3000左右的预算 大平党的最爱 内置a12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不用担心 6 5寸的欧位楼一地大屏幕 机身散热效果呢 也是非常不错 电池容量也有3174毫安 不论是作为主力机或者游戏机 用个两三年呢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然后我们再来帮作为吉林的粉丝 拿一台苹果12polo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无所128g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5200的预算 外观橙色呢 九五成星 边框也是有明显颗凤华痕 内置a14的处理器 6 1寸的欧位楼异地屏 整体的一个握起手感也是刚刚好 一只手打字也是没有问题 后置三个像头1200万的像素 同时呢 也是支持5G网络 如果有双卡需求 还可以改双卡 相比苹果12呢 不仅续航有所提升 而且它还是一个六合的内存 然后我们再来帮作为北京的老粉丝去市场拿一台华为妹的40rs 保时捷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12加256g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 二手是在9600左右的预算 相比全新机呢 这里也是有4000左右的茶价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这位粉丝呢 也是在我们这边入手了不少机器 所以是非常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挑一个好的机器 40保时捷内置搭载麒麟9000的处理器 6 76寸的全面屏呢 不仅手感好 而且外观颜值呢 也是非常商务大气 后置五个像头5000万的像素 前置也是有1300万的像素 4400毫安的电池容量 支持66瓦的快充 然后我们再来拿一台华为妹的40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5G版本 8加128g的外观成色呢 也是一个99星品质非常不错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4600左右的预算 相比全新机呢 这里也是有个1300左右的茶价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是搭载麒麟9000亿的处理器 6 5寸的一个全面屏呢 整体的一个握取手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后置也是有5000万的像素 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拿来当主力机用个三四年呢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帮这位湖北的粉丝呢 拿一台华为妹的302s宝石杰 作为粉丝呢 之前也是在我们这里拿了一台20宝石杰 用着还不错 所以也是想再拿一个30宝石杰 手上这台是一个12加512g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6700左右的预算 那只也是70990的处理器 支持5g网络653寸的一个瀑布屏呢 屏幕的曲面弧度呢 也是比较大的 后置也是有四个像头4000万的像素 4500毫安的电池容量 相比全新机呢 这也是省下了差不多7000左右的预算 拿来商务使用呢 外观颜值也是非常不错的 1000左右的预算呢 想入手一台支持5g网络 并且是一个256g大屏幕的机器呢 可以选择我们使用这台三星s15g版本8加256g的 性价比呢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 1700左右的预算 6.7寸的三星两k楼性屏 不仅屏幕占比大 显示效果也好 而且后置拍摄呢 也是非常清晰 电池容量也有4500毫安 手上这台机器呢 我们也是帮一位山东的粉丝去市场拿了一个机器 仔细检查好机器各项功能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直播间侧机 那预算在2000多左右呢 入手什么三星的机器 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 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三星note10加 它是一个5G版本 12G的运行 256g的内存 目前市场95成星的话是在一个 2700左右的预算 骁龙855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呢 也是非常不错 6.8寸的一个曲面屏 手感也还可以 同时呢 也是支持手写比 后置四个像头 1200万的像素 4300毫安的电池容量 整体的一个性能配置各方面呢 来当主力机用个三年左右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耳机的话 手上这台1562m的二代蓝牙耳机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也比较稳定 续航一天可达10个小时左右 三代最好用的就是这个1562a的芯片月虎版本 降噪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四代的这款目前也是市场的最顶配 若达156m的芯片 音质续航都很好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跟评论哦